官方剛在YT發布了一段全新的影片 哇 結果真的是全新的黑金要來啦 而且這張卡叫什麼阿圖姆 應該就是我認識的那個雅圖姆吧 不過很可惜喔 不是遊戲王裡的那個雅圖姆要來到神魔世界 這張是神魔的自家黑金卡 然後這圖怎麼回事 居然真的是妹子 所以這次不是法老王 應該是法老婆才對齁 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點是他是機械族 實戰片段這邊看到他是有行動值的 而且主動技開下去也是掉機械族的符石下來 應該沒道理是其他種族 然後炸板掉下來是機械族符石吧 那講到實戰這邊我們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炸下來的版面是火光 而且是一個很完美的滿版 然後官方這邊示範了一個操作 沒有去轉紅綠燈 不過傷害卻打出來了喔 該不會這張黑金是可以無視紅綠燈的吧 然後正確答案也揭曉了 這張機械黑金還真的是有護盾 所以金字塔那個刷新護盾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只是詳細的隊伍技是什麼我們還不知道 大家也可以稍微感受一下這個傷害跟血量的部分 血量大概是落在18萬附近 主動技的部分看起來就是只開了阿圖姆而已 長處的狗頭也沒有補下去 然後可以看一下開招的時候護盾從5萬扣到了1 至於扣掉這個值是加到哪裡去 就要等明天詳細的GNN了 隊伍技應該也會有一個內建加C數 因為可以看到C數這邊是來到了21 正常來說不太可能到這個數字 攻擊的部分黑金還追打了火出去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煞爽的打破罩了齁 而且是一口氣打了12罩出去 今天主要就是把這個消息帶給大家 大家對於全新的黑金阿圖姆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